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中逢第二次 在这里我要感谢上帝 这个第二次生命 他要我在地上过多三十年 来完成他的旨意 所以他知道凯尼这个公司这样好的空台 他们在这里能够 在一起 能够成长学习 以及很多人找回他们健康的财富 我们掌声谢谢凯尼好不好 这次我要介绍我自己一下 我是John Wong 我之前中风是在去年的2月10 2015年的2月5号 我第二次中风 当时我进马大医院 大概是住了五个礼拜 翻身不能 真的当时觉得好难过 后来呢我出来之后 我就在去年的那个8月5日 我接触了这个凯尼的公司 也开始服用凯尼的产品 第二天之后我就感觉有点改变 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开始也有点改变了 我本来讲话不清 很能表达 我本人从事传销业已经30年的经验 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这么好的保健品都吃完了 还会中风 李燕老实讲的 微缺化就是一氧化蛋在身边不够 所以才中风了 所以感谢凯尼能够给这么好的东西 让我们能够大家分享 我在这里呼吁 那些还没有加入凯尼 或者还没有吃到 服用到凯尼这个革命性 以及拔向性的这个产品 尽快的加入我们的行列 把这个好消息 把这个爱给关怀 分享到每个角落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更有色彩好不好 我们分享到这里 谢谢杜伦 谢谢杜伦